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一件事情 原來美國在4月初的時候 派出他的B-52轟炸機 從美國本土起飛 剛剛講飛了2.1萬公里 完全沒有停頓 直接花了33小時 飛到中國的家門口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挑釁 非常嚴重的警告 而你說為什麼美國在這個時候 要做這麼大的動作 你說現在局勢真的太亂了 現在剛剛講的 現在中國跟台灣之間有這個紛爭 現在在中東有問題 現在俄務也有問題 他不能再鬧了 寶貞最近一段時間來說話 中國跟美國領導人都在下棋 為什麼他們是世界秩序的主導者 但是你知道嗎 為什麼他們要下這個棋 因為現在處處都有戰場 寶貞我們先從中東來講 現在對美國來說 他最擔心的反而是中東 因為在未來的幾個小時之內 這個伊朗 即將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的攻擊 真的假的 對 美國的情報單位 已經告訴了以色列 不是講說伊朗不敢嗎 沒有以色列去嗎 不是講伊朗不敢 以色列軍方也已經準備好了 可能會出動大規模的飛彈攻擊 或者是無人機攻擊 美國的情報是說 他可能會透過伊朗或是伊朗的代理人們 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所以現在中東局勢開始在急轉之上 你看這幾天油價在大漲 金價也在大漲 所以顯然已經有人聞到 這個不平不尋常的味道了 你說中東不能善良了 對 另外一個 俄烏戰場現在也是非常的混亂 非常混亂的時候 這時候拜登不希望台海有問題 特別希望中國你不要輕舉妄動 所以這段時間你有沒有注意到 拜登先是跟習近平講話 講話沒多久的時候 中間發生一件事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CNN今天才報導 4月1號的時候美國出動 從美國本土派一架B-52轟炸機 用33個小時之間抵達 沒有落地喔 抵達到這個東海這個地方 然後跟日本跟韓國的這個空軍 進行了連河演練之後 回到美國 那你講到他為什麼做這個動作呢 抱歉 B-52轟炸機可以攜帶 20枚的AGM-86B的核彈 這有很厲害嗎 這是所謂的三位一體核彈攻擊 也就是說 為什麼要從美國本土飛過來 假設我關島這邊都被你摧毀的時候 沒問題 我可以從美國本土出發 我照樣可以攻擊你 我就覺得很困惑說 以前他的B-52都從美國 然後飛到關島 飛到關島再來飛到西太平洋 這次怎麼會從美國本土 直接飛到西太平洋 原來他的假定是說 如果就算是夏威夷 就算我的關島出問題了 我的美國本土也是我的備源基地 所以他告訴你什麼 你再怎麼樣 我還有一個從美國本土出發 我可以抵達到這個地方的 對你的核打擊 然後我AGM的核彈頭 射程就是1300公里 而且我可以跟日韓聯軍 一起到這個地方來 對 所以等於是到你門口 叫你不要動 不要輕舉妄動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而且1300公里 如果到他的加碼口 第一個你的北京 第二個你的整個新疆 都在我的攻擊範圍 涵帶範圍來說的話 可以連這個重慶什麼都可以打到 所以等於中國西部 東部所有的城市 我都可以攻擊到你 所以這個當然對你恫恨音樂非常大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幾天的時候拜登要接待誰 接待岸田文雄 高規格的這個接待他 另外一個小馬可思在明天 這個今天晚上也要跟他們三分會談 所以告訴你什麼 我不只是有軍事通謀 我還派了B-52轟殺機 叫你先不要輕舉妄動 而且你說你飛機來就算了 他特別想到我的B-52有什麼東西 AGM-86B 對 保證人家有意思的是什麼 你看這幾天的時候 剛好美國在接待岸田文雄 在接待小馬可思的時候 我們三方準備要這個軍事通謀說 CNN就給你提出這個報告 而且這個報告就明明 4月1號這個飛行 為什麼你現在才要播出來 所以當然 剛好在岸田文雄訪中的 訪美的時候 就是有安排的 好那你知道他這個怎麼說呢 他事實上CNN登上這一次的飛機 他還特別寫了一個報導 他從這個路易斯蘭拉州的 巴斯克戴爾空軍基地開始起飛 起飛之後飛過這個阿拉斯加 然後經過俄羅斯的東部之後 抵達到這個日本跟韓國這個地方 然後日本跟韓國的飛機一起起飛之後 他們在東海這邊進行了演練之後 然後他再飛回到美國的這個基地 在整個過程裡面來說話 他這個B-52他們是有真的有 載一些相關的這個飛彈過去的 好另外一個他就說什麼 飛回來的時候 D-8空軍司令就直接講 阿瑪格斯特就說 我們有一架B-52 在任何你需要的時候 48小時之內會提供 那如果你回頭看看俄羅斯 還有中國的領導成本 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所以寶傑簡單的來說 他這就是在告訴你 我們這樣我們這個從美國本土 你是有辦法攻擊我們美國本土嗎 沒有可能我們有個最後的手段 就是從美國本土飛行的B-52 它可怕在哪裡 我從路易斯安納州起飛 總共來回2.1萬公里 2.1萬公里我在空中 我都沒有停下來 我居然我可以飛這麼久 不用降落 對 這叫同溫層堡壘的轟炸機 讓你知道什麼叫做同溫層堡壘 可以完全不著地的這樣 直接就直接飛到這個地方 所以是非常可靠 但是證明說不只可靠 我還可以帶核彈頭 那我跟你講為什麼這個非常令人緊張呢 因為第一個它這個AGM-86B的核彈來說 保險很簡單 因為它其實是在A型的改良之下 它的導彈場帶是 約莫是大概是6.36米 然後這個直徑是0.93米 另外一個它可以載什麼 它可以載什麼核彈頭 就是W-80-E的小型核彈頭 它的核彈量是20萬噸 小型核彈量20萬噸 這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13顆丟在廣島的小男孩 13顆 對 所以你看我可以帶幾顆 我可以帶8顆 所以我可以直接過去 你要知道它這等於是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很不友善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美國目前在本土還演練一個 它可以搭載這AGM-158 這個逆中的飛彈 那逆中飛彈來說的話 保險它實際上它攻擊的 這個里程數 沒有像我們剛才講 核彈頭的這個有1300公里 它這個攻擊大概是 這個300公里以上 但是它主要是用來這個 B-52必要的時候 我不要帶核彈頭 但是我可以帶炸彈去攻擊你 所以它們不斷的演練就是 把B-52當成是一個 最後的攻擊手段 而且這個逆中炸彈是你防不勝防的 你根本完全沒辦法攔截的情形 而且美國對中國 你不是只有軍事的威脅 像跟人家講 它在外交的這種結盟 也是綁得越來越緊了 而且不是只有B-52去轟 嚇嚇你之外 它要做給 我的同盟強大到讓你無法抵抗 第一個你看 這幾天岸田文雄 不是到美國去訪問嗎 這一次拜登給他十足的高規格 你看拜登他們還找人親自到安德魯空軍基地去接你 接你不說 你看拜登在白宮等你過來 過來之後他們要一起坐上B-52的 美國總統的專車 坐上他的專車 他們就在裡面拍照 拍照的時候一起去吃晚餐 吃晚餐之後又有國宴一大堆貨 對你是極盡接待智能士 國宴上面還找柯林頓 美國的Tim Cook全部都來了 好那告訴你做什麼 第一個美國現在 你看Cook就去了 美國現在要跟日本全面的升級 不是只有這個軍事同盟 他們現在在什麼 他們在講的AI也要同盟 然後半導體也要同盟 什麼都要同盟你看 他還找了微軟研究室 恐怕會從中國到日本去 所以他實在 微軟也要去中國了 要去美國日本了 對那你知道包括說像這個 這一次他們討論 亞馬遜他有輝打 也準備到日本去大局投資 所以告訴你說 現在美國跟日本要 牢牢的綁在一起 好緊接著 現在我們就看嘛 小馬可氏來了 他們兩個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綁住小馬可氏 這就是目前為止 美國大概對中國 所做的一些威迫 會不會 我認為也做了一個獨家報導 就是伊朗現在已經做好準備了 要去攻擊以色列 我當然想怎麼可能 現在剛剛講油價也漲了 金價也漲了 而且全世界都非常緊張了 是現在所有相關的情資 包括國外媒體的報導 都說現在已經不是伊朗 會不會攻擊以色列 而是早晚的問題 什麼時間點 一定要打了 對 已經退無可退 那整個中東的情勢 不是就升溫了嗎 完全升溫 而且我跟你講 本來大家還講說 會不會透過代理人 從北部 然後曾主黨 沒有 這一次就直接 因為伊朗已經嗆聲嗆得很明白 他說你在4月1號的時候 是針對我伊朗在敘利亞 這一部分的一個大使館 進行攻擊 你狙擊了我12個軍方的領導人 你對我是赤裸裸的敵意 你是完全攻擊我伊朗 你說伊朗下不了台了 下不了台 然後這是4月1號的事情 然後他們已經其實在按部就班 已經想要給你一個報復 沒有想到4月10號 也就是在穆斯汀來講是開災日 原本有點是慶祝的一個節日 沒有想到又發生什麼事情 以色列竟然又開始去發動攻擊 他又挑釁了 又對 又攻擊了 而且這次死的人 事件大條 竟然是哈馬斯的領導人 哈尼亞三個兒子跟四個孫子 後來本來以為是外傳 後來證實哈尼亞他就直接跳出來 而且他其實語氣還滿平淡 他就證實說沒有錯 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我的三個兒子跟四個孫子 都在這一場的狙擊裡面 然後都已經罹難 然後他去 所以他就講了 其實講白一句話 邪海深仇 我不得不報 所以現在變成是 感覺上有點騎虎難下 如果你在現在 不是 而且可怕的是 哈尼亞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沒有憤怒 沒有情緒激昂 他非常平靜地表達 邪海深仇 是 所以現在開始人家都會發現說 伊朗這個部分 已經開始做全族的組繁 什麼組繁呢 無人機這個部分已經全部到 還有調動相關的部隊 更重要的一件事是 飛彈這個部分 所以他們就說搞不好這幾天之類 就真的會直接從伊朗這邊 直接射飛彈 射到以色列那邊 那這也是為什麼後來 拜登直接都跳出來 希望這方面講清楚 他不斷地去用強調 非常強硬的語氣 去發生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呢 就是我們對於以色列這部分的承諾 堅如鐵甲 我們會竭盡所能的保護以色列 那這換句話說是希望在你伊朗 在發動攻擊之前 你要想想你可能會付出的代價 所以這整個中東的局勢 真的看起來是一觸即發 董事長 現在中東的情勢真的有點失控了嗎 現在全世界包括布倫巴都講 現在伊朗他已經準備戰爭了 他已經不是打不打問題了 而是什麼時候發動戰爭了 這個還是一個大背影是美國選舉嘛 美國選舉的情況到11月份 現在只剩下六七個月而已 情況越來越緊張 選情緊張 戰況也緊張嘛 第二個來講的話 這是誰先發動攻擊的 以色列 是以色列先攻擊嘛 以色列把伊朗的這個 在這個聖元旅的旅長的指揮官 沿同11個12名軍官 全部都斬斬斧行動幹掉了嘛 而且就在伊朗大使館隔壁 就非常精準地用他的空軍F35進去 逆中攻擊成功嘛 用F35攻擊的 對 根本來無影區無中就把你幹掉了 那這種情況下 那你說在伊朗怎麼辦 在伊朗說要發動攻擊 你注意啊 你注意他的用字喔 對 他這裡面來講的話 他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從伊朗本土發動攻擊 另外一個就是他的 胡適組織跟周邊的組織發動攻擊 所以我覺得這個攻擊的 行動的第一波的主力 還是會在他的周邊的一些 所謂的外圍政策 發動攻擊 但這種攻擊來講的話 以色列根本不甩他了 而以色列主要的目的 他這個挑釁的目的是幹什麼呢 他要提高你的中東戰士的溫度嘛 所以要真正的以色列目的 你說以色列想要鬧大 以色列當然要鬧大 以色列要徹底把這個哈瑪斯幹掉嘛 以色列不可能不幹掉哈瑪斯 那現在目前的戰況 就因為人道救援 那是美國各方面的 所謂的阿拉伯斯穆斯林的壓力 搞得這個以色列不能動 所以目前不是在停戰狀況嗎 階段現在你要打過來 不是剛剛好嘛 對不對 那正和以色列 拉塔亞胡高興得不得了 所以娜達爾是在求戰 他當然求戰 他要很快 因為他已經打了大半年時間了 半年了 對不對 他剩下最後這個拉法 這個城市能不能拿下來 把剩下最後的殘兵魚勇 一次把殲滅掉 就要做一個最殘忍的一次的地面攻擊嘛 那這個攻擊一直被美國跟歐洲 跟所謂的阿拉伯的一些溫和派的國家 擋著 阻擋在這邊嘛 那現在目前 那我請問你 為什麼今天是有美國媒體 要報導這個事情 為什麼歐洲媒體不報導 對 為什麼 對不對 而且是布倫巴爾報導 對 這就是美軍的情報嘛 美軍的情報就告訴你說 那這個報導的情況來講的話 那你難道不認為說 他同時這個情報也是對拜登是有利的情報嗎 到這裡面搞了半天回來 又回到爭執 又回到選址嘛 再回來選址 搞了半天可能他就警告你不能動嘛 對不對 警告不能動 同時他還有航母重隊在外面 對 他真的 一郎真的敢動嗎 一郎是不是真的會動不知道 但是搞不好我看是以色列是非常想動 那以色列如果想動 所以他現在馬上表態啊 他說我 第一次說你動我一定幹你 對 他這個他話先講在前面 他不會讓你突然間發生一個事情 那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一定是對他的選情是有利的嘛 他現在國際上的事情鬧得越大 他目前打的是國際牌啊 你看有沒有他在華府接待了誰 愛天文雄 亞洲的領袖嘛 他把阿庫斯擴大 擴大到小北越通通擴大了嘛 然後中東要準備給你大幹一場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對誰有利 當然對當權派對當局有利嘛 所以他嘴巴很緊張 底下在山火 拜登在打要 也要利用國際的情勢操縱成 對他有利的一個選情的狀況出來了嘛 那這個整個情況發生當中 你發現不見了 誰不見了 誰不見了 川普不見了 川普沒有舞台了 國際媒體每天報導 每天的ABC CNN 每天新聞報導 你看 都是拜登 這個秀做得太離譜了吧 B52飛他33個小時 然後帶著誰 帶著CNN記者 他為什麼不讓川普也在做上面 對不對 做秀嘛 然後挑釁誰啊 中國 挑釁中國 中國 你看到習近平這兩天的態度 有需要被挑釁嗎 沒有 沒有啊 他對葉倫這態度多客氣 對不對 還喝啤酒 還請他吃什麼麻婆豆腐 他開心得不得了 高高興興的老太婆上飛機回來了 結果你這邊B52來了 這幹什麼 這就是好萊塢式的選舉策略嘛 整個就是充滿了 不同的畫面 每天在電視上面展開 搞半天的結果就是選舉 選舉 但是他就是用美國總統的資源 跟美國總統的力量在操縱選舉 你在講很簡單 我們講他最操作一個最low的 就是岸田文雄嘛 對 岸田文雄現在名叫幾% 幾% 20% 20% 20%是低於美日本的所謂的 30% 實證死亡線 要掛掉了 要準備搞 再搞下去 他的政府就重新改選了 他為什麼搞到一個岸田 搞到這種東西出來 岸田文雄已經準備跟金小胖見面了 金小胖都要見面了 他跟他搞個在美國的這個玫瑰花園 那種國賓元首會議 那兩個人到底會議的結合是什麼東西 我講坦白的嘛 那日本人你看看很簡單 日本人掛個小國旗 這個美日國旗 拜登為什麼不掛美日國旗 沒有 只有美國 你們別老大 你就歲了 那日本人有沒有花錢 這一定花錢的嘛 這個很簡單嘛 這美國選舉要花錢啦 美國選舉要花錢 他都是要花錢的 所以日本要抖內 當然抖內也都不在話下 日本搞這個最厲害的啊 日本是怎麼樣 日本是日本 日本他的政治制度 你們就撂停政治嘛 撂停政治是幹什麼 就是喬事情嘛 他不會喬這個 突然間跑出來一個 民調20% 跑到白宮變成 九年來最高規格接待 平常會有嗎 不會 選舉嘛 選舉你有開了嗎 你有開了就有啊 蔣川一文不值 全部在打選戰 會不會打起來 會 會不會是非常無限戰爭 不會 絕對是非常區域性的 有限的控制的戰爭 對不對 現在的這個中東的情勢 真的比我們想像來的更恐怖嗎 真的有那種 一觸即發的味道嗎 當然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布倫格爾也好 或是CNN也好 這就是屬於親民主黨的 那親民主黨來講 拜登政府放出這種消息 代表說他們已經在做準備了 做準備什麼呢 伊朗有可不可以動手 怎麼講呢 他的無人機 還有他的飛彈 都準備好要攻擊以色列 而且以色列嗆聲啊 他說 如果你伊朗敢動手的話 我絕對打到你的伊朗境內 這個對伊朗來講的話 他曾經也被以色列打過 他不是說沒有被打過 所以其實現在來講的話 拜登現在要求 中東所有國家 包含沙特阿波 巴林等等這些國家 你們去勸伊朗不要動手 你如果伊朗要動手的話 今天來講 美國已經表示了 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絕對反攻 那如果這樣的話 中國會不會蠢蠢欲鬥 中國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會不會俄國普丁 勝勢的去 在大規模的攻擊烏克蘭 所以整個局勢會非常混亂 所以為什麼他現在派B52 到這裡繞一繞 不是只有葉倫去看一看而已 葉倫是警告他們說 你不要去支援俄羅斯 但是事實上來講的話 中美之間在進行 這個軍事對話的過程當中 他也派了B52來威嚇中國 你也不能輕舉妄動 所以為什麼現在來講 局勢那麼緊張 剛好碰到賴清德 吳恩林 是現在準備要救了的時候 現在的國安體系的人馬來講的話 為什麼是大風吹 大家那邊繞一繞去而已 事實上就是在求穩 為什麼要求穩 就是美國也擔心說 這個在台海事件來講的話 陷入一個動盪的局面 所以他必須要用這個 大軍押近的一個方式來講的話 蘇利文講的沒有錯 就是讓這個台海的 台海有事不會發生 永久不會發生 他講了永久不會發生 這個事情 代表說他全面的要威嚇中國 不能輕舉妄動 董事長 今天呢也說新消息 林佳龍有可能去接外交部長 這個到底是派系妥協的一個結果 還是我今天把林佳龍放到這個地方 有什麼樣的意味嗎 林佳龍本身願意在內閣內繼續擔任職務的話 未來他進口供退殼手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然後最主要有一個政治上的目的 就是有一個大家共同的目標 什麼共同目標 把吳釗燮趕走 什麼叫把吳釗燮趕走 吳釗燮幹太久了嘛 因為幹太久以後一定會有一些比較 內部會有一些腐敗的問題等等的問題 那稍微清理一下是比較好一點 這是第一個問題嘛對不對 所以因為外交部 吳釗燮一定要走 吳釗燮如果是高僧嘛 就是民生暗將嘛 因為他去當了這個 國安會秘書長 國安會秘書長沒有錢啊 沒有資源啊 外交部長有秘密外交欸 秘密外交你知道嗎 凱茲外交跟秘密外交 花多少錢你知不知道 每一任的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整個加加起來 有很多人把他當成一個發財的途徑嘛 你知道吧 但我不是暗示任何人啊 我說真的是 你說外交不是有錢有權 外交部有錢啊有很多 你記不記得有一個洛魯蘭外交 騙了我們台灣人 騙了一億美金啊 有一個人金 有一個中間人叫金什麼 姓金的一個中間人 這些騙來騙去的事情很多啦 那這個事情讓林佳龍 這個比較青年的人 來接外交部長把這個事情清掃一下 好 玉鳳 另外就是這次法務部長 疊不達人的眼睛是有可能 由北檢的檢察長來擔任 看他根本就鄭明簽 他根本就坐著直升機上來的 對 其實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他要當法務部的部長 但其實他當這個檢察長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已經疊破眼鏡了 因為那時候也有另外一個人是 叫林景春 林景春是北檢的檢察官出來的 然後當到鄉音樂主任檢察官 所以過去來講北檢都有這一個傳統 我要用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養成的 然後你過外面歷練之後呢 回來接我們北檢的檢察長 要更正苗紅 對 要更正苗紅 結果那個時候有很多的人選 大概有六個人選 然後其實都跟北檢有相當的一個關聯 然後這六個人選裡面呢 沒有鄭明簽 鄭明簽跟北檢沒關聯 對 結果開牌之後呢 那個六個名單都沒有關係 結果就是他了 所以剛才講他以前當過台南低檢署的檢察長 雲林的檢察長 廉政署長 廉政署主任秘書 你看他的經歷 不是北檢出身的 對 他還在金門當過 結果直接高升北檢檢察長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並沒有進到那個六人名單裡面 所以大家假如說開牌說 他不在名單 對 一般來講 檢察長的名單你是要勾選的 那你就沒有在名單裡面 我要怎麼勾 所以那時候就可以知道說 他從台南一路上坐著直升機上來 那個就是有巴骨的 就是有實力的 所以他在北檢的期間 其實也做了很多很多的 一些努力 怎樣努力 其實那個時候呢 其實他之前是在 連陣署 他在連陣署的時候呢 九合一之前辦了林志廟 把林志廟修理到金色廠 林志廟是他辦的 對 你有看過 他其實他是要選連任的 他在九合一之前 趕快修理到金色廠 在半夜然後呢 兵分三十六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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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媒體拍照的時候 劈頭散法 這個就選錢 然後呢 他後來選後 辦安安 高鴻安 高鴻安也是他辦的 對 也是他辦的 那時候選後 其實他還是立法委員 他還是 現任的立法委員 但是呢 有需要就出手 而且呢 這兩個 都修理了金色廠 你說他有兩個重要的戰績 第一個是他在當連任署長的時候 去修理林志廟 當然講就是兵分三十六 直接到了宜蘭縣政府 羅東盛政府 還有林志廟的官邸 住家官邸全部搜索 搜索完也就算了 他把他周邊所有的 包括羅東盛政長 他的傾家 全部都到案 全部給我到案 到案以後就算了嗎 我就每段時間就查一次 每段時間就查一次 我跟你從裡到外 從上到下 我把你扒了一層皮 扒了一層皮 你說他現在有被判刑嗎 沒有被判刑 照著以前你扳了這麼大的動作 沒有被判刑 這是你的污點 沒有想到這麼一天繼續升官 升官就算了 他居然 還又弄了高峰歪 等於是 別人不敢碰的 別人不敢做的 他都敢 一般來講 檢察官他只看辦案 對不對 所以在九合一選舉 九合一選舉 是多大的一個選舉 選前選後 大家都會稍微hold一下 不要被人家講說 你是不是政治力介入 他沒在怕 跟你結了 你看 他在羅東政長 全部弄起來 不管他現在法院方 還沒有一個結論 對不對 但是你看那個畫面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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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那是不是讓人家覺得很震撼 另外高鴻安 他也是選後 而且他那個時候 是當選的新竹市長 而且他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一樣 想盡辦法進去 到立法院裡面 給他了 所以你看到之後 其實高鴻安最怕的人 應該就是他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 其實他那些帳 有沒有 就只是gossip 只是什麼 一個八卦一個傳言 你去 留了弄下去了 所以呢 以前一般不會這樣 去對付一個立法委員的 對 而且一般不會在九合一選舉的 選前選後 所以證明他最大的能力 這就是 只要有需要 不管你選前選後 他都可以處理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到林志廟 那個時候的畫面出來 劈頭散髮 這高鴻安呢 他那個起訴書寫得跟小說一樣 你看喔 怎麼可以委員進來拿公家的錢 去買他的個人衛生用品 然後呢 洗頭髮 那有多少錢 如果在過去來講的話 可能這個部分 不會被人家媒體透露出來的 但是 當這些東西寫出來之後呢 高鴻安的整個社會形象 是不是太可惡了 你一個月立法委員 十幾萬 你怎麼可以去弄這些錢呢 所以其實這兩個案子 不管大家怎麼看 其實辦得漂亮 而且跟他講 有的東西他可以高高舉起 有的可以輕輕放下 像羅智正這個 就輕輕放下了 這個就是一個 智慧的一個判斷 羅智正那個時候 錄音檔 你覺得是不是真的 我都覺得是真的 也沒有人否認是假的 可是呢 北檢 大家不敢碰的東西 來 我來頒 但是 有頒出什麼 沒有 這個就是藝術 選舉都選完了 一切都過去了 成規程 土規土 反正羅智 他就沒選上 沒選上 就消失在歷史的塵埃裡面 這個案子 偷入總統一直奪得何等大事 他都可以把他糊糊無事 這個是一個厲害的 因為那個時候 羅智正他的選區 是在新北市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沒有人敢碰這個問題 而且這個有司法上面 訴訟系數的問題 我北檢先辦了 你們其他地方 不能辦 就算羅智正是新北 新北來 像新北辦啊 應該新北地點署來辦 但是來講 我辦了之後 你就不用辦了 那對陳峰 對賞官來講說 安心了 沒事了 你看喔 選完之後呢 是不是真的就安心了 沒事了 好 董事長 你說今天 整個內閣名單裡面 最精彩的 對未來影響最大的 就是鄭明謙了 對法務部長啦 法務部長啦 法務部長是這裡面的最大的亮點啦 大家看都看不懂 到底這個那個在幹什麼啦 我講簡單一點 我問你半年內 他 賴清德最麻煩的就是他的民調嘛 他總共得票率40% 然後蔡英文的民調50%嘛 他要不要贏蔡英文 非要贏不可 他怎麼會贏呢 他很困難嘛 只有一招而已 只有100% 只有唯一的一招啦 就白後的湯漏下去了嘛 他就把很簡單啦 就是把這個 台治光辦了就好了嘛 把柯文哲起訴 不是這個事情就解決了嗎 就柯文哲只要一起訴 所以司法來整理國家 他前兩天 所以就跟習近平上台以後 反貪腐 對 反貪腐 然後你記不記得 前兩天賴總統怎麼講的 心靈改革啊 心靈改革 心靈改革太重要了 那些心靈骯髒的人 通通拿出來輕輕改革一下嘛 那最大一個老鼠是誰啊 就柯文哲嘛 柯文哲都亂搞了一大堆 一大堆的案子啊 就在台北 台治光 還有什麼菜市場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金華城 對啊 這些都 還有免費辦 那個朱棣朱50年 對 朱棣朱棣 新光50年 他的副總統 就是他自己 柯文哲的敗刑劣跡一大堆嘛 所以他這個事情 就剛剛好交給這個 法務部長來辦嘛 他敢辦嗎 他只有 只有他當法務部長才敢辦啊 這個案子一搞大了 那這個時候 這個台灣的民調就會向上揚 所以說我當時我敢辦 你這邊我敢辦公園 代表他沒有不敢辦的人 但不是 高宏安跟林之廟是小咖嘛 辦柯文哲是大事情嘛 為什麼有大事情 因為不要忘記 柯文哲前不久跟誰見面啊 才剛跟蔡英文見面嘛 他在北檢檢察長他怎麼辦呢 你剛跟總統見面我把你起訴 你都講不通嘛 現在他當了總統了 他當了法務部長了 這個時候來講的話沒有問題 一條邊從上到下一條邊 柯主席就等著去被起訴 這最嚴重嗎 當然一定 他一定要這樣子辦 然後這個事情 對國家 對整個總統的民調 對台灣的這個政治的風氣 有大有改善嘛 這個事情鬧這麼大了 對 之前黃紫椒的緩起訴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你犯了這種事情 怎麼可能緩起訴 而且你曾經講過 包括起訴不起訴 緩起訴裡面緩起訴是最難的 那有通天的本理才可以瞧到緩起訴 就沒有想到現在北檢講了 緩起訴有可能撤銷 如果撤銷的話 黃紫椒要面對刑責了嗎 對黃紫椒從MeToo風波以來 其實可以說是關關難過關關過 其中的緩起訴是最離譜的 緩起訴你竟然買了那麼多影片 你給了錢 然後你竟然可以得到緩起訴 緩起訴就是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最困難 對 他比不起訴還困難 他比不起訴還困難 起訴就是你有犯罪 你也承認了 好 不你承認了 好 不起訴就表示說你罪證不足 緩起訴是代表什麼意思 你有犯罪 你也承認 但是我感受到你的誠意 所以我給你改過自新的機會 前方前傑給你改過自新 所以其實他關關難過 這一關過了之後呢 輕咒語過萬聰山 緩起訴就像一個東西蓋牌了 你再也不知道你買的欺騙是什麼東西 被蓋牌 這個欺騙大家最奇怪的是 你這欺騙分了這麼多年買 難道這欺騙不是你一時興起嗎 難道是有特別的東西嗎 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他的緩起訴來撤銷的話 那這些事情就會變成起訴 為什麼呢 因為緩起訴有一個一刀兩面 你在緩起訴的過程當中 你在追求緩起訴的過程當中 你都已經認罪了 我都認了 在其中你看到這一片 不不不不不 認罪了 他已經認了嘛 一時失慮 然後呢犯了這個罪行 然後呢 聲表悔悟 你都已經聲表悔悟了 你現在如果高檢署 幫你撤銷你的還起訴 默默默默默就過了 那你真的就是過關了 問題是這真的太離譜了 有未成年的影片 怎麼可以就還起訴呢 所以呢這事情就有特別的人 把它爆了出來 而把它爆出來之後呢 現在高檢署可以把它撤銷 會撤銷嗎 對我覺得一定會 會撤銷 現在來講 北檢跟高檢署 為什麼要幫他扛這個事情 這事情可以接受嗎 未成年的影片 大家可以接受嗎 好 撤銷之後呢 因為你還起訴 你被撤銷 那你當然就是起訴啊 你起訴之後 現在院方之後呢 你的律師 能夠打無罪抗辯嗎 不可能嗎 你都已經 白紙黑紙 你都化壓了 都已經出來了 然後呢 我也聲表悔悟 你不可能到台北地方法院說 沒有 我那個時候 才是一時失慮 我那時候是跟你開玩笑的 不可能嘛 所以他現在來講 完蛋了 完蛋了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他走的就是個險招 他完全不想負責任 簡單來講 他就是想花120萬 加1200這回過的書 把這事情看救一媽死 問題是 你這招太險了 你現在來講的話 你已經承認自己的犯罪之後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現在如果懷起訴一撤銷 撤銷以後看來 只有起訴一圖 起訴一圖 你說之前最恐怕的是 你會到了法院 到了法院以後 所有的東西都要公開 那這黃子嬌 他真的有刑責嗎 這個東西一定有刑責 因為他在這欺騙呢 是連續失慮七次 然後分那麼多年來買 我們要知道說 你不是 持有這個影片而已 你還有付錢去買這個影片 你跟錢案擺在一起之後呢 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犯罪啊 所以呢 現在來講的話 黃子嬌 除了這個影片 不一樣的問題之外呢 還有 K小姐的一個問題 你說性侵案 對 還有一個性侵案 因為他當初一直沒有 來做一個回應 說到底有或是沒有 K小姐那個時候只告訴他 說他希望你道歉 希望黃子嬌先生道歉 但他沒有道歉 然後呢又出現了一個B男 說K小姐跟他所要的金錢 甚至找他去仙人跳 這些東西會全部並按審理 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的話 那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就要一起囉 然後一罪一罰 每一件可能都逃不過 所以呢現在來講 黃子嬌先生要面對的 不只是有入獄的風險 可能是一個長刑期的一個風險 有人講說 你現在如果一罪一罰 你有信心 你有拍裸照 你可能會高達15年 對好 這15年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可能他在當初來講 他跟他們來連接對話紀錄 或怎樣 都可以清清楚楚了 而且你說這件事情 停不下來 而且高檢 停不下來 現在傳出北檢的檢察長 有可能高升到法務部部長 我在高升法務部部長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在我的北檢之間 留下一個污點 我一定要想辦法把它擦乾淨 而且更可怕的是 這件事情 已經上了BBC了 而且他是BBC熱搜的第二名 如果你已經鬧到國外了 這件事情不可能善了 對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黃子嬌如果默默的過去 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的話 事情就過了 可是現在來講 在台灣已經炸鍋了 然後到國外 BBC要什麼用 Anger Anger Girls 真的我們的憤怒已經炸鍋了 然後告訴大家說 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一個 Child Abuse Image 這在國外來講 大家很難想像 你持有 你是非法持有 那些東西都是偷拍 都是一些強暴 脅迫 取得的影像 你非法持有這影片 然後最後竟然沒事 所以你在國外 這些新聞呢 上了BBC 大家都覺得 這是非常荒謬的 因為在國外 而且有一些人腦袋不清楚 還要幫黃子嬌來辯護 剛剛講的 這件事情 你不是單純說 你對未曾年有所謂的 不合理的行動 而且剛剛講的 這裡面有性侵 對 有脅迫 而且有非常重的惡意 這個在全世界來講 那都是重中之重 沒錯 非常重的罪 結果現在這件事情 居然 BBC 對這件事情 BBC覺得最離譜的是說 你竟然可以花錢解決 然後呢 還期數兩年之後 你竟然沒有錢科 社會上竟然不知道有一個人 然後呢 他潛伏在社會裡面 他用錢 用比特幣 用這些東西 你說這不會有錢科 不會有錢科 就還期數兩年了 兩年過去之後呢 你的記錄 你的良民證打出來 你都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看這120萬 是不是花的很值得 然後呢 你對比 在新加坡 你這些東西 你不要管你又花錢 你有 邊行 這個怕了 新加坡邊行 邊行就打到你皮開肉戰 然後呢 在英國這一個人 他弄暗網 結果呢 入獄16年 所以呢 現在來講的話 你現在已經炸鍋了 你北檢敢為了 黃子椒扛這個事嗎 你高檢署 你為了你的連綿 你敢把他扛嗎 不敢 你在撤銷之後呢 就有一條路 反正起訴被撤銷 起訴 那就是起訴 所以黃子椒要面對的 就是這樣子 監況的一個狀況 而且現在越多越的資料 越讓你覺得說 這個網站 真的太可惡了 之前不是流出說 你到了溫泉 去洗溫泉 然後流出這些照片嗎 搞了半天 跟這個網站也有關 你就知道這個網站 有多麼綿密了 對 其實在陽明山 我們也常常去那邊泡糖 那個地方啊 算是蠻隱密的 但是被人家裝了機器 然後呢 竟然還可以遠端來調控 那大家就在想這件事情 遠端調控 對 誰那麼無聊 那時候 其實那新聞出來的時候呢 因為有被害人看到說 怎麼我去洗溫泉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去報警 然後傳出來之後 大家說 誰會那麼無聊 結果呢 騙子一片一片一片 被警方給搜查之後 發現說一樣 就是創意私房 為什麼呢 不是那麼無聊 要看人家泡溫泉 這個東西可以丟上網去 你可以賣給他們 然後呢 變成一個紛潤的機制 你可以從別的會員裡面賺到錢 所以現在大家來講 黃紫礁這些東西 你說傳影片上去都可以賺錢的 對 然後呢 現在來講的話 還有網友講的話 這個東西呢 其實會有金主來指定特別的人選 金主 我就是高級的會員 我可以指定說 我要看什麼東西 甚至我要看誰 然後呢 就像是一個懸賞一樣 這個太有趣了吧 而且就是說 今天我一直想 我對誰 我基於某某人 那我基於某某人之後 然後你就叫這個人 去打聽他所有的行蹤 甚至用各種惡劣的手段 拍到不堪入目的照片 對 然後呢 他就像是一個平台一樣 我這些平台裡面 我發表一個wanted 我想看到什麼樣的情況 我想要看到誰 然後呢 就會有原創者 把這東西給做出來 所以這就是大家一直想知道 黃紫礁先生 你這欺騙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年買 如果你一直看到 你下場玩 那一定是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嘛 所以這大家才講說 氣絲極恐 這後面是不是 還有更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不是 你對這個所謂的加密貨幣 你對這個所謂的暗黑網站 你也有熟悉 現在你去查了以後才知道說 這個創意私房 它居然到了4月8號 還有人付錢 還有人繼續購買 而且它這一段時間裡面 短短的兩三年的時間 它居然賺了三千多萬 這個真的非常可怕 而且也非常可惡 竟然是利用區塊鏈的虛擬貨幣 來做支付的手段 短短的兩個月 這個月入百萬的等級 七萬美金兩個月 然後這裡面現在還有人在收付款 非常的可怕 這個其實大家一定要知道 區塊鏈不是拿來犯罪的 所有的金流都一清二楚 可以看到不是說4月8號 昨天晚上4月10號 晚上的11點 還有人在付款進去喔 現在還有人付錢 242塊美金 之前我們開記者會 非常痛苦是因為 243 你臉就六千 六七千塊 對 六七千塊 我們還本來懷疑說 犯罪者正在一點一滴的 把他賺到的錢領出去 但是我們也看到 竟然還有人在付款進去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地下交易 是不是網站被封起來了 還是有地下交易 在轉換這些檔案 到底這個錢包是犯罪者 還是人頭帳戶 我們目前一定要把它 趕快凍結起來 不要再有金錢流入流出了 好 那我們現在 衛福部跟我們的訴發部 一直在這邊踢皮球說 到底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到底能不能關 這個金流到底能不能查呢 事實上呢 到昨天我們開記者會 早上的時候都還沒有關 還在踢皮球 原因就是因為 還沒關 付款的地址在那裡 大家還可以再做收付款 現在到了昨天晚上的6點鐘 才把它關起來 透過DNS解析的封住 讓台灣的人沒有辦法上上去 但是如果對方的主機不關機 很可能還可以透過跳板 再上的去 你會從其他的國家進去 沒錯 但是現在很可能 它的主機已經換掉了 到底它會不會又更新了 一個其他的網址 像2021年一樣 又在某一個地方重申 事實上我們認為要斷金流 而且還是要把這個 種植犯罪網路把它抓起來 才有可能完全的杜絕 這件事情再發生 那像我們就外行 我不懂事 我想說你用了加密貨幣 那就已經非常安全了 可是我聽你講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就算用了加密貨幣 我到了創意私房 那本來叫我們政府說 查不到那是加密貨幣 沒有 反走過幣留下痕跡 而且加密貨幣一定要實名認證 經過實名認證之後 你說這4000多個會員 誰買的 什麼時候買的 什麼時候把錢匯進去的 還有黃紫嬌你在什麼地方買 你買了什麼東西 全部都可以一清二楚的查出來 沒錯 這個犯罪者的錢包地址 完整的紀錄有339次的收入次數 轉出他很可能是付錢給那些 有提供這些數位商品的這些人 111次 也要注意 我們都說不要認為你躲在虛擬貨幣後面 就可以隱中不會被抓到 完全大錯特錯 你用虛擬貨幣來做犯罪 你是很容易被抓到的 你可以看到242塊美金 從哪一個交易所 什麼時間 什麼樣的地址 完全清清楚楚 我們只要檢警掉 跟這些交易所合作 你的身份證 你的資料 你的所有的數據 其實都有可能透過資料交換 一清二楚 所有的購買者 不是查不到 是政府沒在查 政府很可能基於這個 這個所謂的檢調不公開 有可能正在查 但是我們認為只查不夠 還要凍結他 不要還有人還以為 轉賬進去還可以拿到影片 或者還可以有這些私下的收受 事實上數位錢包區塊鏈 是可以凍結的 就像我們鎖住銀行的帳戶一樣 而且你要講這個私密 創意私房 我錢不只進去 我想我弄了一個網站 我就賺錢 他說從你們查這個所謂的金流的時候 他錢是有進去 錢也有出來 那這個錢也有出來就證明什麼 證明那個溫泉會館 為什麼有人去偷拍 我偷拍進去之後 我真的可以從這裡面 拿到加密貨幣的 沒錯 這裡面呢 減號就是 犯罪者從錢包裡面移出去了 把它換成錢 加號就是有人付款 這個換成錢 還不一定是換成麵包飲料 他很可能是支付給會員 來取得這些犯罪的這些影片跟內容 所以這個金流是有進有出的 有進有出 而且非常多數 高達幾千次 這只是歹徒犯罪的四個 虛擬帳號錢包的其中一個而已 你剛才講 2021年到2023年 不過短短這幾年時間 就已經三千多萬 而且三千多萬只有用加密貨幣 如果你今天 你剛才講 你今天用支付寶 你今天用微信 那個錢根本查不到 所以最基本的 這幾年就賺了三千多萬了 這個實在是一個 非常非常惡劣的行為 這些全部都是犯罪的影像 犯罪的資料 但是竟然用了各種的支付方式 來做對價的關係 在這邊一定要跟大家說 不要以為用虛擬貨幣來支付 你就可以躲在區塊鏈的後面 不會被抓 非常非常容易把你抓起來 我們剛才講到的 惠生一直在強調說 你這些所有的會員 你今天敢跟他做買賣的 你就把它公布出來 按照你剛剛這樣講 你錢從哪個錢包 從哪個交易所 進到哪個地方 我是真的可以查得到 而且如果政府敢公布 是真的可以把這所有人 公諸於世的 沒錯 區塊鏈上的紀錄一清二楚 你現在要付錢 把它刪掉也沒辦法 區塊鏈就是不可慘慨 反種過屁流很一 沒錯 所有的交易所 到底是從哪裡流進 哪裡流出 清清楚楚 時間點 這些其實我們每一個交易所 都非常努力的來跟檢警掉 來做遏止犯罪的動作 所以你不要覺得你用交易所 出金啦 這個賺錢啦 付錢啦 你就可以躲在這背後 沒有人看得到你 完全不是 大家不要以身釋法 你說就算是比特幣的交易所 我也不是所謂的暗黑力量 他也不想鼓勵犯罪 沒錯 事實上這個產業也是越來越正常化 而且也非常大 像美國的比特幣 已經可以上到這個交易所上面 由政府在管理的 這個技術非常的成熟 已經不是以前說 用這些虛擬貨幣來犯罪 現在已經有非常好的 增房 聯房 檢警掉的配合的合作 你在交易所裡面留下的資料 都有可能成為調查犯罪的事實 而且完全賴不掉 時間點 這個什麼交易所 全部都一心二處 大家不要以身釋法 而且我也在追蹤 這個所謂的貨幣的進出的時候 你也發現一件事情 每個人的等級真的不一樣嗎 然後所謂的高級會員 高級會員真的非常神秘 第一個是 我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第二個是 他真的可以點菜嗎 我們其實看到這個金流的時候 也非常驚訝 因為這裡面完全沒有一個 Pattern 每個都不一樣 有很大筆的 一千五百美金 他會不會是拿到了一個 什麼樣的檔案 來換了一筆大錢 有的人付的是小錢 他會不會是基礎的會員 但是檢調應該要給我們一個 很清楚的答案 到底這麼多幾百次幾千次的交易 每一次交易的金額都不一樣 有幾千塊 有幾萬塊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對價關係 是買了內容 還是不同等級的會員帳號 看起來現在 北劍高劍都一直在動了 動了看起來是要撤銷 黃紫嬌的還起訴 而且現在看起來整個社會 你只要敢把黃紫嬌講話到 幾乎都受到很大的一個反彈 有這麼嚴重嗎 是因為其實這整件事情已經觸及到 我們整個社會的最低的一個底線 什麼叫最低的底線 你竟然看著那樣子幾歲的小女生 被這樣子性剝削性玩弄 然後大家還在像討論商品一樣 然後你們竟然還整個人覺得 甚至有一些人講說這沒有什麼 他也不過就是射情片 這完全是沒有辦法接觸 所以講出這樣的話的那個統神 那個現在已經面臨到 十一家的業者 全部都完全不跟他合作 那你說昨天 他跟那個阿苗有個對話 是因為阿苗的對話 讓他開始覺得自己做錯嗎 沒有 我覺得是金錢的力量 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制裁他 告訴他說你這個言論 已經觸及到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了 你說這個已經完全踩到 這個社會的紅線了 是 而且我跟你講 現在雖然他感覺是 他已經知道錯了 怎麼樣 但事實上現在的制裁行動 還繼續當中 而且你剛剛有提到 黃紫嬌原本是還起訴這個案子 現在不是要那個 檢方申請在意嗎 要撤銷了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 黃紫嬌是裡面非常關鍵的人 我們都知道黃紫嬌是 所謂的高級會員 他不只是高級會員 他從2012年 他就已經是會員 所以你知道他從這個網站 還在國外 根本還不在台灣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這個網站的會員 第二件事情 我後來有稍微看一下 他們有人在分析這個網站 他們說你要進到 你如果是第一級第二級的會員 你還不用實名制 你到第三級的會員 他就要求你要實名制 第四級 他們累積起來 第四級你至少花了14萬台幣 所以他是極境恐怖 極境變態 所有在裡面的一個女性 都變成一個商品 被他們討論 被他們剝削 而且剛提到的你還可以點菜 比如說我很喜歡哪一個女藝人 我想看那個女藝人如策 然後他就開始像懸賞一樣 然後你就會有人就開始進行當中 第二件事情我覺得更疑惑 我個人疑惑 我會疑惑一件是說 為什麼黃子教這件事情可以用還起訴 剛剛董事長就說他這麼多被告案子 他從來沒有一件是還起訴的 還起訴很難的 很難這代表什麼意思 會不會有一些高官權貴官官相位 我跟你講 如果是個老馬 他採取所謂的一個實名制的情況之下 那我知道黃子教 我知道你黃子教是我的會員 我知道誰誰誰是我會員 我如果要讓這個所有人 這個論壇不要曝光 我是不是用這個來威脅我的會員 你剪掉的 你趕快幫我把這個案子拉下來 你是政府的 你是什麼部門的 你把我用下來 因為現在已經知道裡面有警察 裡面有老師 那裡面還有沒有更特殊的人 我就問你一句 如果說連區塊鏈的專家 用短短幾天之內 可以發現這麼多東西 那為什麼我們檢調單位 花了一兩年的時間 到現在從頭到尾 只有抓那18個人 其他後面的人在哪裡呢 老馬在哪裡呢 我是張稻荷 終於到終 關鍵時刻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單眼來上線